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学奥数 举一反三四年级的课堂 我是宽宽老师 那么举一反三在数学上通俗的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在一道题目中 获得的心得或者是方法 灵活的进行总结 然后迁移应用到多道题目中 不仅仅是举一反三 我们可以把这一道题目中获得的方法 推移到百道千道 甚至是所有的同类型 或者是同一范围中的题目中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同学们一定要善于总结 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 把我们在每一道题目中获得的心得 或者是方法进行灵活的迁移应用 我们做一道题目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目 而是收获了这一类方法 这一类方法可以帮我们解决百道 甚至是千道的题目 所以同学们 虽然我们在每一周的学习中 题目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每一道题目中 都能获得自己能够举一反三 进行灵活运用的方法 好了同学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第一周的学习 我们第一周学习的主题呢 是寻找规律第一课时 好那么接下来呢 框框老师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这一天呢 小飞同学沿着山路呢 往大寨里走 路上呢碰到了他的猎户叔叔 小飞看到猎户叔叔手里呢 提着几只野兔 是刚刚打猎获得的野兔 那么小飞呢就说 哇叔叔今天收获不错嘛 然后呢猎户叔叔就说 是啊山上的一对大兔子 一个月可以生一对小兔子 再经过一个月 小兔子呢就会成为一对大兔子 当小兔子成为大兔子之后 就有繁殖能力了 然后下一个月呢 又可以再生出一对小兔子来了 就这样啊 兔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就这样一直繁殖繁殖繁殖 然后满山都是野兔 所以猎户叔叔去打野兔的时候 每天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然后小飞就产生疑惑了 小飞说 哎还真有趣啊 如果这个兔子没有发生自然死亡 或者是没有被你们捕猎的话 那是不是一年或者说两年之后 满山都是兔子了呀 说着说着哎小飞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孩子 然后他就想 那么如果一年都没有兔子发生死亡 也没有人为的去捕猎 那么这座山上一年之后会有多少对兔子呢 嗯那么这个题目就变成了一道数学的题目了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是变成了一道数学的题目 来大兔子生小兔子 小兔子变成大兔子 大兔子又生小兔子 当然其中要涉及到数量关系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帮小飞来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呢猎户叔叔就在地上画了一幅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非常的简单易懂 来看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是一对大兔子 那么我们就写一个大代表一对大兔子 然后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呢 这一对大兔子生出了一对小兔子 对吧 那么这一对大兔子呢 还是在的 所以到了第二个月是一对大兔子加一对小兔子 一共是两对兔子 好这是第二个月哦 接下来来看第三个月 我们还是从大兔子开始看起哦 到了第三个月 大兔子又生出了一对小兔子 那么大兔子自己依然还是一对大兔子 对吧 那么在第二个月中的小兔子 到了第三个月 哎 长成了大兔子 这一个月它只是发生了 身体上的成长或者是成熟 只是从小兔子变成大兔子了 但是哎 还没有繁殖能力 对吧 所以第三个月是三对兔子 接下来来看第四个月 还是从大兔子开始看起来 大兔子又生了一对小兔子 大兔子还是大兔子 那么上一个月生的小兔子长大了 变成了大兔子 但是还没有繁殖能力 对吧 好接下来来看 上一个月的大兔子 这个月是可以生小兔子的了 然后生出了一对小兔子 那么这对大兔子自己依然还是存活的 对吧 所以他们依然还是一对大兔子 那么这一个月有几对兔子呢 一起来看一看 一二三四五共五对兔子 来 我们先把前四个月的已经画好了 对吧 来 前四个月的 第一个月是一对 第二个月是两对 第三个月是三对 第四个月是五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虽然我们已经把前四个月的都画好了 但是经过我们观察 我们发现 一二三五 我们平时比较喜欢数的是一二三四 对吧 那一二三五 那看来下一个月的 好像我还是不知道是多少 我还是要画出来看一看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小飞呢 也是有这个疑问的 那么小飞也是感觉 这如果算到一年 是不是太麻烦了呀 对吧 哎 那么猎户叔叔呢 就帮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研究了一下 我们来看 第四个月 一共是有五对兔子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猎户叔叔告诉我们说 如果这样我们继续画下去 越往下画 难度呢 会越来越大的 因为我们的兔子数越来越多 对吧 然后我们越来越化 越来越化 分叉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也很容易出错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呢 比如说我们来寻找一下 哎 小兔子他的对数的规律 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二三五 好像不是属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二三四啊 这种比较流畅的这样的规律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画一个月 我们再往下画一个月 然后数量积累的比较多了 我们再来寻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律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月 来 你看啊 分叉已经变得很多了啊 来 第五个月开始了 第四个月的大兔子生了一对小兔子 然后自己依然是一对大兔子 第四个月的小兔子变成了大兔子 来 第四个月的大兔子同样啊 自己是一对 然后又生了一对 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 大兔子自己是一对又生了一对 然后小兔子长成了大兔子 没有生育 对吧 好 我们来数一下 第五个月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对一共是八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观察吧 第一个月是一对 第二个月是两对 第三个月是三对 第四个月是五对 第五个月是八对 那么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发现什么呢 哎 我们发现 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个月 总数正好是前面两个月的和 哎 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来看 三等于一加二 对吧 五等于二加三 八等于三加五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个月的总数都是前面两个月相加的和 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的规律 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往下进行研究了 那么前面五个月的有了 第六个月的你会算吗 第六个月的就是 第五个月和第四个月的数量之和 对吧 那么我们一起来算一算 第六个月就应该是八加五等于十三对 第六个月的十三对 那么接下来第七个月的呢 那么第七个月就应该是前面五月和六月之和 就是八加十三或者十三加八等于二十一对 好 那么接下来第八个月的就是十三加二十一三十四对 再往后 第九个月就是二十一加三十四等于五十五对 好 再往后 第十个月呢 就是五十五加三十四等于八十九对 来 第十一个月就是八十九加五十五 前面两个数字之和 等于一百四十四对 哎我已经帮大家算好了啊 好 接下来来看最后一个月 也就是第十二个月 那么它的数量是八十九加一百四十四等于二百三十三 那么这是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一年之后啊 就已经有二百三十三对兔子了 那么如果两年呢 满山都是野兔了 对吧 那么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在兔子数量的观察上 其实我们是找到了兔子的对数的规律 对不对啊 确实是找到了规律 什么规律呢 从第三个月开始 数量就是前两个月数量之和 那么单纯的从数字上来看 就是从第三个数字开始 每一个数字都等于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的和 那么这一个数量其实并不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小故事中单纯的这么一讲 大家一笑一了解而已 这个数量在我们数学中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你们觉得它应该叫什么数量 那么有的同学说 你这不是根据兔子的这个生长的速度算出来的吗 那就叫兔子数量 没错 这个数量就叫兔子数量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数学上呢 很多的内容都是以它的发现者或者是发明者命名的 对吧 那么兔子数量是谁发明的呢 兔子数量呢 是意大利的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叫菲波纳切发现的 所以呢 其实兔子数量最后也被命名为菲波纳切数量 那么待会我们还会再讲到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故事中 我们发现观察是解决问题的依据 也是我们最先使用的一种解题的方法 所以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那么在数学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通过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数字的一些规律 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兔子数列中 其实是形成了一列数字 对不对啊 而且这一列数字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 或者说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 那么我们在数学中就把按照一定的顺序 或者说按照一定的规律 排列起来的一列数字呢 称为是数列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 就从数列开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立题啊 第一道王牌立题 先找出下列数排列的规律 然后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我们来看第一个小题 1 4 7 10 嗯 让我们填 然后16 19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哎 这一个数列 它每一个数字是越来越大的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大 那么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大 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去想到 哎 大了多少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数字都比前一个数字大了多少 来 1 到 4 是加了 3 对吧 4 到 7 哎 也是加 3 或者说 7 减 4 等于 3 对吧 也就是说前一个数字和后一个数字之间 是相差 3 的 后一个数字减前一个数字等于 3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这一个数字可能是多 因为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嘛 对吧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找到的规律是 后一个数字比前一个数字大 3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试一下 10加 3 等于 13 然后我们继续往后做一个检验就可以了 来看 13 到 16 也是加了 3 16 到 19 也是加了 3 诶 你看一看 在这个数列中是不是 后面的数字比前一个数字大 3 就是它的规律啊 对吧 诶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道题目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观察到 这个数列它是递增的 也就是说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大 那么我们就要想到 是怎么变大的呢 是加几加几变大的 然后来尝试一下 最后发现 诶 规律是后一个数字都比前一个数字大 3 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题 2486 诶 后面都是让我们填的啊 好多呀 那么首先我们来观察到 这个数列它也是一个递增的数列 也就是说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大 对吧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变大的呢 来 有的同学想仿照第一题 可以的 我们来看 2到4是加2 4到8是加4 8到16是加8 诶 加的不一样 这没法找规律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发现 2486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什么数 双数 或者说偶数 对不对啊 那么2 4 6 8 诶 好像都和2会产生一定的关系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就来看 它和前面的2会有什么关系呢 来 4和2有什么关系啊 4是2的两倍 那么也就是说 诶 2乘以2等于4 对吧 来 再来看4和8有什么关系啊 诶 8是4的两倍 那么也是乘以2 那8和16有什么关系啊 16是8的两倍 也是乘以2 来 规律找到了 那么所以接下来也是乘以2 16乘以2等于32 好 再接下来乘以2 64 再乘以2 64乘以2等于128 来 填好了 那么对于第二个数列 它的规律就是什么呢 后面一个数字是前面一个数字的两倍 或者说从第二个数字开始 每一个数字都是前面一个数字的两倍 或者说和前面一个数字的比 比是2 好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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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